记者黄旭磊高中报道,单亲高侄女,遭抚母亲自杀,父亲续酒的命运,仍努力向上,与弟弟同获奖学金。 高侄无信心生,母亲自杀过世后,与弟弟从桃园搬回凤山阿玛家一亲,无父在伴侣逝世后终日续酒,疏于教养,姐弟自强不习,三年多来放学后到凤山清雅客府搬自修, 学业成绩进步并准备烤烘焙执照,今天八日获颁奖学金。 凤山习福环保战志工程慧英叶瑞泉及家教老师正妹方辅导姐弟多年,赶到颁奖会场祝贺。 无信同学说,陈慧英弥补亲生母亲无法再别于母爱,卸下姐弟防罪金,加强课业实力,她就是另一个妈妈。 家中有酗酒爸爸,姐弟曾害怕与邻居同学互动,学校成绩曾严重落后,许多科目不及格,甚至经考个位数。 陈慧英说,类似个案不能中税,不能中断学习,尤其上国高中亦受网络及同侪感染,导致行为偏差。 看着姐弟展现自信笑容,为他们感到高兴。 凤山习福环保战成立新雅客府班,为弱氏族群营造第二个家,专车接送,采一对一家教室教学,已成功辅导11个学生。 而新雅奖学金设有全勤,学习领域,进步,校剔奖及特殊表现等五个奖项。 郭小获奖者奖学金每名3000元,郭中5000元,高中值8000元,大专系研究所已上每名12000元。 自由电子 报关心您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渡过难关。 自杀防治咨询安息专线 0800-788-995 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 张老师专线198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